老练的立委像高晶 高晶非常聪明 高晶就管碧琳他咨询大概只有两分钟 就叫他下去了 他就问海巡署长 跟国防部的那位代表 高晶这个才是厉害的问法 那他是五届立委超级老油条 你也不一定讲得赢他 那罗志强就是气势上就压过管碧琳 罗志强就跟我讲说 这个人真的是老油条 没有一题是正面回答 然后如果不是像罗志强这种也是老经验 知道你在干嘛 他就直接抓到他要问的重点 就直接问是不是